好的,我们现在呢就来缝合这一部分啊,用双线,如果你和它色彩有相同的是最好,如果没有相同的,像我一样用淡色的线也没问题啊,我们看,缝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留在表面,明白了吗?我们要从底下这儿进来。 我之前讲过啊,我们一定要在它的边缘向上0.5厘米的位置开始缝合,也就是我们要避开最下边这个位置的连接,如果连接在最下边的话,你会形成一道非常不好看的一个硬梗啊。 好,然后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缝合了,等到它非常稳固的时候,我们看,可以了,就开始往上缝了。 缝的过程当中,我们要避免一些很粗糙的后果,所以在缝的时候要采用一些手法,来把表面这个缝和痕迹的给它密合掉。 好,怎样操作呢?大家看我在缝的时候,看我的左手的食指,我在缝的时候,拿左手的食指每次都摁在中间的缝隙这个地方,看到了吗? 大家在拉线的时候不要太紧啊,只要发现这个线被淹没在纹理里边就可以了。 同时,在拉线的同时,一定要把手,左手食指,塞进中间的这个缝隙里来,这样可以把一些纷乱的绒毛啊,给它按回到缝隙里去,不至于让它们浮在表面啊,形成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一道硬梗。 所以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啊,并且同学们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,别光只顾着缝了,一定要看着你这两个片的这个位置啊,不要这样斜着缝上来了,到这里没法弄了,对不对? 所以两部分啊,一定要让它在一个非常非常均匀的状况下啊,然后再开始缝合,记住了吗? 你看,我几乎在每缝一针的时候呢,都会这样来一下,主要是为了看它的缝隙在哪儿,啊,进针的时候啊,我的位置应该在什么地方。 所以这个动作大家都可以有啊。 再次强调,不要太用力地拉扯线,发现你的线,你的缝线,被密合在,被隐藏在绒毛中就可以了。 要不然你这个位置太硬的话,会影响整体的弹性。 缝的时候,大家注意啊,有的人会发现,哎,我这整个两根线怎么缝着缝着都变成一根了,而且拧得很厉害。 就是大家在缝的时候啊,不要有意识这样碾这个针啊,如果你碾的话,你这位置就形成了,你看,啊,就变成了,拧成马花一样了,这个缝线。 所以大家要,在编织的过程当中,缝合的过程当中啊,有一些习惯,一定要给它避免,不要出现在你的整个缝合当中啊。 有同学说了,哎呀,我也认真缝了,为什么我缝中来的,还是有痕迹,还是不好看,没关系啊。 大家现在先坚持住认真的缝,等你缝完之后呢,我会教给大家一个修复的小方法。 它非常的管用啊,会瞬间把所有的缝合痕迹,全都给它,密合掉。 是什么方法呢? 给大家看一下啊,方法在这儿呢。 就是我们在缝合痕迹的这一道,这一道啊,然后用两手这样按着,然后用你的左手的,右手的,食指和大拇指的指甲,这部分。 哪个位置凹陷进去了,我们就拔哪个位置啊,无论是哪儿,旁边,包括房边,旁边也如是啊。 好了,来找吧,有缝合痕迹吗? 如果觉得还有,再拔一拔。 现在可以了吧? 好了,然后我们就直接的,这个东西就不需要了啊,可以放一边了。 直接的把你的这个织针呢,缝针呢,穿到帽子的内部啊,别扎手。 里边我们还留了一个缝针,对不对? 好,这时候呢,我们把这个缝针啊,在跟这儿再寄两下,为了让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这个帽顶的部分啊,可以多寄几下啊。 寄完之后呢,我们就可以啊,把它直接的剪断了,沿着上边剪啊。 好,剪断之后,把我们这个缝针拿过来,在线头的这位置呢,多缝两下,啊,既保护了线头,同时呢,也把我们这个线的缝线部位啊,也是做了一次加固啊。 好,完成之后呢,就可以直接剪断了。 好,剪断完之后,大家看啊,可以正式的翻过来。 来,你这个帽子才算正式的完成呢。 看,主体的部分呢,就算完成了。 好,我们现在把一些小细节的部分呢,重新再给它完成啊。 拿下来的时候要轻轻的拿啊,不要使劲拿。 你要使劲拿的话,会把那根线啊,给勾起来的。 包括另外一侧,也如是啊。 帽子的主体的部分,我们现在就说正式的完成了啊。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,还记得吗? 我跟大家讲过啊,这个位置的别扣,只有在现在才能够摘下来。 大家看,我们要给它正式摘下来了。 好,摘下来之后,我们看这个线头还会很好的保护在这儿呢,对不对? 现在就是来收它,等它一收完,整个帽子的主体部分,才算是正式的完成了呢。 由于这个位置呢,是需要有一个非常流畅的啊,蜿蜒的这么一个感觉。 你看,它顺眼下来的嘛。 所以,要拿这个线头来做一个弥补。 把边缘的这个顺眼过来的位置,哪里凹陷了,哪里不整齐,就拿这个刚刚这个线头啊,对它进行一个修复,知道了吗? 哪个位置凹陷,就让它在哪个位置勾一下。 好了,这样才算正式的完成了呢。 你看,这是我们的那个后边这部分啊,不整齐的地方。 哎,还真不是。 这是后边,你看这个线头还在。 都看不出来了啊,你看两边都非常整齐,尤其是这边缘,根本就看不出来。 如果没有这个线头来提醒着我们啊,我们都不知道这是钱,这是后。 好了,主体部分完成了。 如果这时候你想给宝宝带,没问题,它又松软,又保暖。 看,而且还非常的漂亮,这样就像一个假发一样。 看出来了吗? 好,现在呢,我们就来完成它的其他的配件的部分啊,非常非常的容易。 好,这个是正面是吧? 我们现在呢,先来完成它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啊,大大的嘴巴的部分。 然后呢,还有两个犀牛的脚。 好,我们现在呢,用同样颜色的线啊,大家看。 用同样颜色的线来完成它的这个新牛角的部分啊,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七针。 大家看。 一共给它,一共给它,一共是七针。 反针的这种手法啊,来向上推进,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加针的动作,针数上有一个增加。 所以,怎样增加的呢,利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增加的啊,我们会在视频当中啊,一一的慢慢的给大家来讲解的啊。 每个人都能够学的会,这并不复杂。 好了,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,翻过来之后,我们要先给它织反针。 这是为了一会儿到正面的时候,我们能够迅速的加针啊。 看,第一行一定要先织反针啊。 然后,下一行呢,就直正针了。 直最后一针的时候呢,稍微的保护一下最后一针啊,防止它不小心脱落了。 你看,最后的线头这样按一下。 好了,现在七针的其中一面就已经完成了。 我们马上就要织正针的这一面了。 下个视频我会和大家一起来织这个可爱的小犀牛的嘴巴的部分。 哎呀,它不好好待着。